内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 X20全面屏手机冠名播出 盘总 你在干嘛呢 我看咱们节目那个弹幕呢 都说我手好看啥了 那你这么愁干嘛呀 好看有什么用呀 人这老老的手好几亿 我这中看不中用 别别别 别盘总 别盘总 我来替你打呀 不要拿你的丑手碰我 上边去 等会上台好好说说这事 好好说说这事 老老李大 今天这个都是 也看出来了 都是音乐界 而且名字都挺有意思 老老 维维 菲菲 娃娃 就是在这么多古怪的名字里 娃娃也显得尤为独特 我一开始没看中国有嘻哈 中国有嘻哈娃娃 我以为是一种嘻哈曲风的 真叫这名 Skirk先生 有没有来到现场 不知道 我特意为了这个段子 今天穿成这样 像不像你们节目的小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玩虾的 真的 这样 超女 谭维维 特别不喜欢 被人贴上这个超女的标签 但你得理解 就是在观众啊 就艺人 观众还不熟悉你的时候 名字前面加上几个字 观众才能有印象 都一样嘛 对吧 你说菲菲 谁认识 奇葩说 菲菲 娃娃 有嘻哈娃娃 池子 吐槽大会池子 信 阿信 记住了 一下就记住了 黄国文 刚在鸟巢开完演唱会 这个是陪的一塌糊涂 陪的一塌 有梦想我们要支持 有梦想我们 那你这个实现的方式 你可以商榷啊 你说你非要去鸟巢开演唱会 你这样 你现在开始啊 好好断开身体 多年后 这个闯进世界大赛 去鸟巢参加110米韩 是吧 比你开演唱会合理 对不对 不过这个黄国文 确实很有才华 这个扣乃欣 也是欣赏他的才华 很支持他的梦想 卖房子 这样大 很感人 人在这个蒙面唱将里 点评歌手的这个音乐 都用诗词 他说这个歌唱的 装生小梦迷糊底 哎呀 这一句 飞流之下三年车 都是很简单的句子 是吧 都是很简单的句子 那 我全都会 那你知道 你跟寇乃欣 在鸟巢唱歌 应该用 哪句诗词来点评 别生气 咱们讨论文学 就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贫贱夫妻百事哀 别承认 鸟巢那天 其实做的很满 做的很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卖票很努力 马上就开场 晚上开场 下午还在微博上卖票 原价那场票980 卖到88一张 这在前段时间 我们公司出去唱K AA玩玩的也就这个项 是吧 所以你就是卖票方式有问题 你下次你别说什么 那场票980 你就说 鸟巢万人KTV 低销980 五人同行 一人门单 半卡还你 送你个大果盘 良心的建议 思考一下 飞飞我好朋友 也是这个 弹键盘的 说是 中国摇滚圈 最好的键盘手 你说人家得什么水平 差不多就是港港 用脚弹的水平 港港弹多好 咱们不说 咱们看这个琴 看这个琴 三万一天租的 我们节目组 真的 而且人家那个琴店 就是 港港不到上海 人都不出租 我们是苦苦爱求 问你们什么节目啊 都谁啊 求人家 再租给我们 但是要答应人家一个条件 就是不能让飞飞弹 所以这 飞飞的手碰我们家钢琴 让人看见 我没法解释 前三万一天的价格 什么水平 跟飞飞连弹三天的价格 是一个水平 真正的键盘手 人情合一 人情合一 晚晚确实是厉害 百年不遇的天才 中国莫扎特 被上仓亲了个双手 你光这个手 大家刚才看了 手就是价值上亿 上了保险 请他也很贵 所以这次请他 我们就跟他商量 就这样 王老师 你这次来 你能不能别带手 非要带 你说什么人出门 非要带手 各样非要带 刚才后台 我就很谨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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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夫特别 喂 喂 喂 这个失足 打招呼 打招呼 别碰词 其实这个港港 确实有脑子挺好 就是艺人给自己 重要的部位上保险挺好 非非给自己这个头发 娃娃这嘴 谭维维给喉咙上个保险 信 你就给你的爱人上个保险 不要死都要爱了 活着的时候 你好好珍惜 确实厉害 天才 26岁 在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上 表演钢琴独奏 那天是在鸟巾吧 这个人挺多 还行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观众席里 就是有一个中年男子 在暗暗发誓 早晚有一天我会冲一天 了不起 是我吗 有梦想 朗朗确实是古典音乐 艺业界都认可的钢琴家 一般都在什么维也纳 什么欧洲各国皇室演出 像他这个段位的音乐家 一般都只在那些地方演出 朗朗却经常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 所以很多人都嘲笑他 但是大家想一个问题 就我们能嘲笑杠杠 其实是杠杠给了我们嘲笑他的机会 别的那些钢琴家都不给咱们谈 咱也不认识 这是很了不起的行为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好好嘲笑他 开玩笑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钢琴家 我希望你也能一直弹琴给很多的人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